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上课的时候我在正跟学生在讲白羊里赞 这时候就听后边那个猪就叫的非常残 整个我们这教室根本没法上课 然后所有的学生就说老师那边杀猪了 然后我完了以后就说好停课停一下 但是完了我到后边一看那个猪弄完了以后 杀完了以后呢 然后还要打打完了以后让他那个皮脱落 非常惨非常惨 你这现在是大多的是灌水 灌水是什么呢 猪活就宰你之前先拿一个那个硬塑料管子 一直储到你的那个肺 你的那个猪的猪心猪肺 然后就往里使劲灌水 灌水增加重量吗 卖多点钱啊 给给还有一个是宰杀活牛的也是 拿那个管子伸到内脏 就撑你说的 惨不忍睹 那半夜都是那个牛的那种惨叫 牛会哭的 牛会哭的 他们说拿一个 你知道那是哭吗 是牛会有眼泪 他拿一个他拿一个刀 如果你往这一放 然后那个牛就眼泪就下来了 我没见过 但我听说呢 所以啊 刚才咱们一嘉宾 还在李成鹏说 就正为准备为这事写文章呢 他说啊这个中国挺有意思哈 说这个人道主义还没有彻底推行呢 去年先弄狗道主义 今年的引进猪道主义 但是这里边很有意思 就是说 你发现他们讲的这个理由啊 先是说我们的猪肉啊 在欧盟那边在全世界 你就卖不动 因为呢你不符合国际的这种 人道屠宰的标准 那国际人道屠宰标准 反正说他们说现在中国定的 你知道怎么上次了 这你可以想起来很有意思 首先呢 杀之前猪从卡车上下来 给他搭一个坡嘛 这猪小步行跑跑下来 这个坡度必须小于20度 就不能让人猪不能太抖了 对吧 而且呢原来是拿什么铁鞭子抽啊 现在必须改成塑料泡 轻轻的打猪屁股 打下来 而且呢从这个坡道下来啊 旁边必须还有另一头猪 嗯 因为就是猪啊 不能太孤独 他不能孤独 他独自走向死亡 你想他太惨 他要看见旁边有跟他一块往下逃呢 他以为去玩去呢 嗯 而且而且这里边还真是挺有技术 说是基本原理 新的人道屠宰标准 就是电击 把你电昏 电昏之后15秒之内 必须捅捅刀子放鞋 就让他死 过去的标准可能是二三十秒 但是二三十秒 你知道会有什么现象吗 就你把电昏他醒过来了 对 他疼死 醒过来他活活疼死 你再给他捅到 所以现在你要求给爷来个痛快的 你知道吗 15秒吧 我电昏了 邦机你就要我这条命 就完了 就完了 哎这这现在基本 但是人家比如说到成都那边屠宰场 人家说说这个电 这我发现中国人呢 还是琢磨这个肉质 这个聊人道主义的其实不多 主要就是说了 电昏之后 肉的这个不好吃了 会不会 但是实际上 就是说人家说国际上 有时候这个不爱这个中国猪肉啊 也是从肉质角度说 就是说咱们这个杀猪啊 猪就跟人也差不多 他恐惧 或者说面临被杀的时候啊 如果他意识到 他这个肾上腺素 这咋会分泌 会形成那种叫什么白鸡肉的现象 也就是一种毒素 一种毒素 就是说这个肉啊 肉的这个味道啊 确实就不好吃了 人是不是也中毒呢 就是这 就从这角度 会不会有如果他有毒 人吃了这个 人吃了等于也中毒 对 那个猪肉就不好吃了 绝对 猪肉不仅 不仅不好吃 还有毒 人还中毒 比如说我们都长得跟白吃 不是 我们刚才说啊 就说我们可能 是不是脑子都受了这个 有毒素的猪肉的影响 所以现在有好多混杂的概念 都不清楚 有可能 有可能啊 所以精心调养肯定贵吧 这不说 我就想在东京 吃苹果特别贵 5块美元一个苹果 为什么呢 就是他的每一个苹果都是保养好的 就是他那个 没虫 不光是没虫 他就是说等于苹果长的时候 都是包着纸什么之类的 一个一个一个精心挑的 他不是像咱们的 棒棒拿棒打 哪怕摘的时候 他那整个一个苹果树 如果要是苹果过多 他会留那个好的包起来 把小都扔了 因为他不要那个苹果树得到那个 就负担太重 营养分泌 分散太多 所以这样的话呢 他把不好的苹果先都给扔了 然后那个树上长得最好的苹果包起来 然后一个一个的这么拿下来 所以他苹果特别贵 而且日本的牛肉 神户牛肉啊 对 说都是按摩 喝啤酒 听音乐 我吃过这种肉 特别好吃 真好吃 他结果是入口即化 我天哪 真好吃 我想跟人有关系 你看日本人 比如去日本我就发现 日本的那个旅馆特别小 但是他的旅馆吧 就是那种 房间特别小 然后呢 他的所有的角落都弄好了 是这儿是这个 那儿是那个 这个鞋在各 装置齐全 不像咱那大豪华旅馆 两个大房间 特便宜进去 什么都没有 他那个吧 小小的一个房间 什么什么什么都有 然后呢 就像日本人也一样 就是我记得 我去日本买纸 比如说中国画画的纸 日本的纸最好 是吧 就是叫什么 宣纸 日本的纸特别好 原来到东京 你就去去纸店买纸 买那个什么 因为他的纸做的太好了 我想就有点像这个 他的猪肉 他的苹果 他的纸都是特徒保护的 精心培育 精心培育 所以他的人 吃了这东西以后 他有一个精心的概念 就是说对东西 他有一个细致的概念 可能是不是我们就 日本人呢也有变态的 你见过那种照片吗 日本人养一种瓶子 方瓶子的猫 对 就这个猫啊 长在一个四方的一个瓶子里 那太可怕了 就那么喂他 最后这个猫就 就是人出不 就出不出不出不来了 就露一脑袋 那个身子啊 在那个方的瓶子里挤成方形 日本竟敢这种事 他们竟敢这种 还把西瓜给弄成方的 说便于那个运输 运输 因为那个圆西瓜中间有缝 这地方占据了空间 日本空间太少 所以他们想出这个 你说这运输啊 他这次这个所谓人道屠宰计划 实际是个一系列的计划 还包括就是说运输过程中的 这种好像挺残忍的 你你你见过没有 我我上次都觉得真是语心不忍 我就是从这个京石高速公路 我就开车去 你知道你在京石高速公路上 你这运气好 一路上能碰见猪牛马鸡鸭鹅 一车一车的大卡车运 但是我有一回啊 我跟你说我看过两回 太惨了 有马 你不是从内蒙那边还运来的 他那个挤的呀 挤的一匹白马挤在最外头 我看啊 他这个长途运输 他外边是铁栏杆 这马的肩部这个肉啊 已经给磨下了这么大一块皮 但是那个白马呀 一动都动不了 就所以那块皮那个红肉啊 就在那个铁杠上 哎呀就蹭 我这马也不叫 没什么反应 我一直跟 叫了半路了 我还见过有一回运驴的 你知道吗 驴的驴脑脑袋探到卡车外头去了 俩卡车交错 把这驴的鼻子捅喝了 这个鼻中隔 驴的鼻子就躺着血 这个千里运输 是挺惨的 我觉得像这个 人是得有一些怜悯之心 我小时候 我觉得那个时候 那个各种条件也比较的 就不那么好 我们那个就是那个 父亲路小学 小学的时候那有一条小河沟 那河沟里老有好多那个蛤蟆 小孩不懂啊 完了就把那蛤蟆给捡出来 捡出来两个方法 一个方法就是放在一个塑料袋里边 完了把那蛤蟆搁在那塑料袋里系起来 系起来就往那个马路中间扔 那个那个汽车一过 小孩特别高兴 这是小孩 然后还有一种方法 比如说就是拿一个小蛤蟆 然后给翻过来 那蛤蟆有一个就是他特爱生气 他一生气 他那肺就变大 然后你就看那 就哭就哭起来了 我们小时候好玩 就是拿个小棒 小小树枝 气鼓气鼓气鼓 7到8月15 8月15 崽猪气的蛤蟆直哭 小孩 我觉得小孩不懂 小孩的残忍 小孩残忍 但是小孩这种残忍吧 我觉得没人怪 是因为大人没有教育吗 就对这个 就就我们 但是大人的这种怜悯之心 我觉得是一定要有 没错 对 所以你就会发生 你说大人 你像那个黑砖摇那个 他怎么就会有那个 那火烫的砖 就往你背上压 让你背 那就拿棍子就这么打 真的是 我觉得这个 所以他们就说 不要先讲什么猪道 先讲人道 你其实在中国有些角落里 出现的事是直接人 这种折磨人 但是我想可能还跟这个 甚至有关系 就要他整个这是一个系统 就是你吃的这东西 他有一种惊恐的这个东西 有一种信息在这里 有一种食物链的那种 一种信息 信息 就是在这里面 比如说这信息到你吃了以后 你人就跟原始人的野蛮吧 原始人就是吃生肉 觉得吃生肉肯定野蛮 就或者说最早的 一年人吃 直接掏人心 他掏完人心以后 就吃完人心 你知道那个就是 不是那个早 最早的那个 亚马文化 和最早的在那个 墨西哥的那个金子塔 墨西哥的那个金子塔 那底下不是都是掏人心的地儿吗 对对对对 但是掏完人心的话 就吃了人心的这些人 往往是疯了最后 就是说那个人心 对他其实是一个 两个东西的一个加在一起 那个那个心的那 吃了那个心里的信息 对 把信息也吃了 对对对对 然后这个经常这种人就疯了 最后 怪不得咱们现在人心这么乱 就是吃那猪肉 吃猪心 那个信息是带有惊恐不安 危险感 受痛苦 对别人有一种残忍的一种 一种对峙等等等等 这信息太复杂了 残忍的信息 对 别人给他的残忍的信息 这有的聊 我广告之后可以跟你聊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好像是这个同类相吃啊 是有诅咒 你知道那个时候就说疯牛病啊 疯牛病说也是因为拿牛肉混到了牛饲料 让他吃这个牛肉 牛牛吃牛就会引起大脑这个海绵 海绵状还是什么碳化 然后就也是说一什么哪一英国 为什么一什么民族 一民族 这个民族有类似于蜂牛病的这种病 结果那是个食人族 就是他过去习惯于吃这个对方俘虏的那个那个人肉 所以残忍残暴 到任何时候这些东西都是毒素 还真是携带信息这个说法 携带信息 有携带一种不良的不健康的一种信息 整体社会 就如果就吃进去一个东西就整体社会有一种 比如说好多人吃东西 他就是那个特别享受吃那活东西 他其实要感觉说真痛快 我能控制这个生命 因为那生命特别小 你可以控制他 然后现在是 就是现在就是说 还有很多像吃那个活吃猴脑啊 嗯 就是人家这次说这个人道屠宰这个事就说 说实际上现在中国大地上还有很多 尤其在一些比较偏僻的地方 大城市里可能你还少见 比较偏僻的地方 各种各样的这个吃法 基本上都是活杀 基本的活杀 还有过那个在天上龙肉啊 地下驴肉啊 你知道 把头驴就拴在那 就拿刀往下骗了 这这台动物也有灵气 对 动物也有 我老想 就是说你不知道动物它的感觉 或者说它的神经啊 敏锐到是不是像人一样 特别聪明 动物特别知道 疼痛的 如果是真是类似于人的话 哎呦那可太惨了 我也经常去想猪的这个人生意义是什么 你说他这个 哎呀当然也没有办法 人类撑了王了对吧 菩萨以前曾经是头牛啊 他自己讲过嘛 他曾经上上辈子是牛被打被欺负 就是因为这轮回你不见得哪辈子 你试什么东西呢 就别把事给做太绝了 下次如果轮回咱们变成一个草 踩一脚就完了 然后人家再烧了 也挺可怕 好呀你哪天你要是猪要成了王了 在进华恋爱上 猪要是统治全人 那他给开那奥斯微信集中营纪念馆 当年人类就是这么把我们屠杀的 还说人倒对待我们 还不是电昏了再把我们捅了放弃 这种动物其实是有感觉的 我就刚才说到就是在 在那个儿湾在那个海边上 我在那住的时候 我就发觉 有一天我看一苍蝇 就特别简单 你就不说这些松鼠啊 什么鸽子 当然这就特别 大家都知道保护他们现在 什么之类的 一只苍蝇 而且我说我在这儿首先第一 我没见过苍蝇 后来就来了一只苍蝇 这些苍蝇它不往我脸上扑 咱们这儿的苍蝇往你脸上扑 其实是一种仇恨 我都有时候感觉 是不是 带个信息呢 你一打它 就往你脸上扑 其实是一种抱负 动物的直觉嘛 它为什么冲你啊 你看这儿的苍蝇经常是 你要打它 它往你身上冲 它先对你是一个抱负 或者它特别飞快就跑 你一碰它它就跑 然后呢 我在那边玩的时候 我说好不容易有一只苍蝇来了 我就不打 我说又好不容易见你这苍蝇 你待着吧 但你别影响我 它就在这儿 它真是在跟我分吃的 我在这儿吃 它在那儿也吃 后来我说你别过来 你就在这儿吃 那点我不胖了 它吃的少 它就在这儿胖胖 但是后来我说 你说的是苍蝇话吗 它听得懂吗 我就跟它说呀 我说人话 但是它的信息 其实动物吧 它特别小动 它也有一种信息 它有一种感觉 是这个 因为它你看 动物它比如说感受 边上像蜘蛛什么 它是以磁场来感受的 它是有磁场振动频率来感受 外界对它的侵犯 是吧 你一动起它有磁场 有声波 有那个振动频率在影响它 所以如果你人特别静 你对它的不侵犯 你是静的 你这个振动频率是静的 所以它就感觉 对这个整个气氛 对它来说是健康的 是安全的 是安全的 所以你整个感觉振动频率 都是这样的感觉 比如像我吧 是受伤害 我就是比如在现在生活当中 我呀 我最害怕的一件事 就是那个以前咱们这个北京城 城里边有马 我最害怕的是从马身边走过 在我的教育里和我的意识里边 我觉得马会踢我 是是是 撂卷子 撂卷子 我特别怕 实际上你要真走过去 马没事不踢你 那我有一种危险的一种 就是那种身上带一种不安的因素 老有这种 那我做出来的好多东西 作品也有不安的因素 很多不安的因素 但是这说不清楚 说不清楚这东西 这东西从哪来的 可能从家庭 从教育背景 还从教育本身 还有那种承袭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可能人类有某种信息 我想北京 整个这个世界 对而且尤其是咱们这代人 或者在这儿的 咱们就是在国内长大的 经历过文革的 比如说 我就觉得出国以后 别人老说说你们怎么中国出来的人 老有一种就是说不安全感 就是老觉得有人在 可能想会给你使坏 老觉得有人在偷听 或者偷看什么之类的 因为就国内的这种气氛 邻居总是在偷看你或者什么的 总会有觉得电话要被安装前听器 尤其在文革的时候那种感觉 所以那种不安全感就是一种 我想现在大家的比如说 会判断力出现错乱的事情 延续下来 延续下来 所以有一种 比如说如果我们经历过互相 人和人的争斗和残杀 互相陷害 背后诬告 这种恶气 有的时候就会出在动物身上 或者对吃的东西的这种 那种就是动物 其实你像你说的小孩的时候 那种残忍的天性 那可能人性里头都有 对 你像你现在到文革的时候 其实反倒是 你说他是压抑人性 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 他解放了一部分人性 那玩意儿拿着那个大同头皮带 抽老师来了 就怎么痛苦怎么折磨你 但是因为这个东西没有得到了一个 最深刻的批判和反省 这东西就延续下来了 所以就会延续到现在 比如说对动物的残杀 或者说对人的互相的 在商业上的残杀 或者在文化上的残杀 人随卷就灭了谁 这都是那个东西延下来的 这还真是 就像有的人就说 说这个有个有个老和尚讲 就说好像说佛家讲 就吃素 他不要吃肉 他说呢 其实倒不是说绝对的不能吃肉 他就说提倡这个 是为了一种社会教育 这种社会教育 就培养人的慈悲心 这是意义 就是说你开始懂得说 他的感觉可能跟我一样 我觉得现在人特别需要这种 就你体验不体验别人的感觉 将心比心 或者说站在别人的立场上 想一想 有时候咱就说你笑什么 没有 我说三句话不离本行 现在又转到我突然脑子一转 你说什么将心比心 我就刚才想起来 咱们聊天说那批评文艺批评来了 文艺批评的话 就刚才咱们不是瞎聊天吗 就说谁都能张嘴灭了谁 对 但是没有将心比心 所以文艺批评应该提倡人道屠宰 对 没错 说得好 大家互相之间别是那种 就是要灭了谁 你就是反对我们这个 但是你也是存着个善意 对吧 你不要把我们折磨至死 中国出现一个好的艺术家 多难 没错 出一个好的导演 也不太容易 出现一个好的评论家 那其实这个东西 它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氛围的 一个文化氛围 文明标志的一个保证 对 这是说话不要太残忍 不要不要把他的肩膀放在铁栏 一只家有人道屠宰 人道屠宰 人道屠宰 行行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咱家聊的挺好啊 从咱家人道宰猪 说到人道宰人 还请温柔一点 是吧 这个你们是不是感受挺经常给人爆菜 会不会 对对对 我没有 我这是想到什么 比如说最近对王硕的争论 就是说 因为王硕是才华横溢 就是太出众了 那太出众的人肯定 他是会一下突然 一个东西打得特别狠 他肯定会有旁边闪失的时候 就跟你的戏一样 你肯定是要找谁的茬都能找出来 是吧 就是 那因为他太出头的话 那个我能 就是因为我完全是旁观者 就看到有一些人说的这些话 就是好像恨不得就得说希望他没戏了 或者希望他这个那的 我就感觉特别 就是你在美学上如果评论他一下 你不要特轻易的就开始呈人 就是呈这个一个作家 一个如果他太太太 比如说 呃 张狂 张狂 就比如说如果你作为一个戏剧家 你太张狂的时候 马上就有人呈你 然后一下子就是呈的你 就是说都 你这你都不知道从哪哪来的那个标 就是哪来的这是这是什么 我也是 我不知道他们 我总认为有的人是生活很不愉快 就是所以啊 他撒向人间啊 撒向人间都是怨 对 就什么事他都是怨 但是你为什么这怨对你个人有什么好处呢 好比说比如说我看王硕的书 哎 好多人说呃看不懂啊 但是呢 哎我觉得我看懂了 嗯 就我得到好处了 对 我很感谢他 他我首先假定人家是认认真真写了个东西 对吧 那么你要批评他要要什么 这些我不管 我只看这里头 呃 你比如说对于这个宇宙的探索 嗯 我倒觉得啊 能用这么美的文字 把那个霍金说的这些 把对人类对宇宙的好奇心表达出来 这东西我很享受啊 我就觉得总能得到自己的好 你看看懂你慢慢慢慢看 先别特别快就不下去问 哎 哎